台东14后新增23例确诊创新高 成功庙宇静香团染疫的20人中 有一位是县议员许静荣 许多县府职员和议员 在前几天的临时会 曾和许静荣有密切接触 疫情在上午烧尽 台东县政府和议会 目前传出县府有两位主管确诊 分别是建设处副处长和交通队长 整个台东县政府连府外单位 居家隔离的应该是 在当主管上应该是到43位 那一级主管有7位 县府大楼早上已经全面清销 部分办公室也采取分流办公 县府表示晚点会开会 直询各单位状况 公务部会受到影响 曾密切接触的议员和职员 目前都被匡列隔离 由于14号公布的确诊者中 有18位居住在成功镇 民众人心惶惶 早上8点多就有100多人 排排座等待筛检 台东疫情持续扩大 由于晚间还有绕镜炸 他邯郸仪式各单位绷紧神经 做好全面防疫 记者盘正弦严娜台东报导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请要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